好疫情紧张期间呢 民众是支持防疫的行动 持续的涌现 那么卡夫曼国际公司 以及瑞城塑胶公司 总共是捐赠了600个防护面罩 以及护目镜是给吉安相公所 希望能够加强第一线的 工作人员的防护能量 300个护目镜和300个防护面罩 21号一大早送到了吉安相公所 这是卡夫曼国际公司 和瑞城塑胶公司 支持防疫的行动力 他是在巧合中跟我们二中队 搭上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 将近超快10万块的 捐赠一些防疫物质 包括吉安分级 包括花脸县政府都有 还有壁士大他们都有 在这一战期间 他看到这花脸县民 真的是大家在困难中 他就想说帮忙 这个出一点力量来 来捐赠这些物质 有介于我们吉安相公所 然后在相长的领导之下 可以在我们的大街小巷 可以看到为了 就是防护这一个 就是防疫安全 那执行这一个所谓的环境清洁 那还有我们的社会关怀 然后想说在关怀之余 那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同仁能够更安全 那所以公司今天就准备了这一些防疫面罩 那提供给我们吉安相公所来使用 吉安相长游淑真特别致政感谢赚给两家企业代表 同时也强调 相公所会致力做好防疫任务 但也呼吁乡亲自己也要落实防疫措施 谢谢瑞城塑胶公司 以及我们卡夫曼有限公司 带给我们基层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满满的祝福 跟一个安心的防护 让我们最基层的工作人员 可以在服务的时候 免于我们感染性的这样的一个阻隔 所以我们再一次谢谢 善心的企业看到了我们基层的努力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坚守防疫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非常的用心 但是再一次叮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 自主的管理 带好口债 不串门 不聚餐 不共餐 以及做好个人的房屋非常重要 在这里最后的阶段 我们希望花莲继续佳林 有你有我 我们共同防疫 这批护目镜和防护面罩 将提供给乡公所各科室 第一线工作人员来使用 不论是在环境倾销 民众零贵洽办业务 弱势加户仿视关怀等 都可以让公所同仁 在执行各项任务时 有更完善的防护保障 届队会简相报道